嗨 大家好 這邊是QA的瘋狂玩家 我是QA的 前一陣子我才發了一支影片 就分享寵物食案的問題 結果最近連貓咪咖啡廳也一間間被爆黑掉 剛好我在去年間開了一間貓咪中途的咖啡廳 所以我就覺得我應該來聊聊這件事情 一開始我是在翠上看到這則踢爆的貼文 先是台中某貓咖 後來連新北某貓咖也疑似有問題 不過已經有許多熱心網友分享轉發 動保處收到消息後也立即介入 而我最近也收到了不少私訊 希望我能夠協助曝光這些不良店家 但我必須很直白的講 這些與收證相關的事情 並不是我一介庶民可以做的 而是要讓公家機關動保處介入 因為他們才有公權力 才有辦法依法辦理 所以這支影片我並不會去整理 黑心貓咖的懶人包 大家有興趣就上網查關鍵字就有了 然而這些風波事發之後 我就看到有人發文說 現在看到貓咖都不會想要走進去 我會覺得多數的貓咖對貓的方式是不好的 那我看到就會覺得 不能因為一顆老鼠死就把所有貓咖都拖下水吧 所以我拍這支影片的其中一個目的 就是我也必須出來為其他同樣用心對待貓咪的貓咖 講一點話啦 也希望同業千萬不要氣餒 只要你是用心對待貓咪跟顧客的老闆 也一定會吸引到許多的支持者 OK 講到這邊 不管是品種貓還是米克斯 貓咪都必須是值得被善待的生命 雖然我沒辦法替大家提爆這些黑心的貓咖業 但我還是能為這個產業做些什麼 我如何為這些貓咪發聲呢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 運用我的影響力嘛 把正能量傳遞出去 話雖如此喔 可我還是有自知自明的啊 因為我知道我這個 小小創作者能力跟流量都有限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幫我一個忙 非常非常簡單的忙 就是 互相督促共同進步 每一個角色都可以肩負這個責任啦 我們去貓咖光顧的時候呢 可以先簡單觀察店家 貓咪身體的狀況 那如果說發現貓咪有感冒的症狀呢 可以立即跟店員反應嘛 像我們店就遇到了 蠻多這樣的好客人啦 看到貓咪有時候嘔吐了 或是他在打噴嚏 那有些人都會主動跟我們店員做告知 這是讓我覺得 非常感動的地方啦 因為每個人只要多付出 那一點點的熱心 都可以做到實質上的幫助喔 然後也可以簡單的觀察 店員對待貓咪的方式 像有時候遇到這種 太皮的客人 還是 店員是需要去自止的 以避免驚嚇到貓咪 不過這件事情老實說啦 我認為是非常的基礎的 這也絕對是老闆跟店長的責任 但是以我們每個禮拜 我都會去不同貓咪咖啡廳 踩點的觀察 我偶爾還是會看到 部分的店家沒有在管的喔 他會任憑客人 隨意抱貓 大聲喧嘩 就算看到貓咪臉很臭 想要掙脫 但是一樣沒有人去自止 我就覺得很可惜 像我們自己貓咖 在教育訓練的時候 一定都會提到啦 如果遇到不熟 如貓電規的 屢勸不聽的客人 我都會教育員工說 你就兇一點 你罵也沒關係 結果後來有一天 有公毒妹妹就問 但我怕會吵架 就是說如果 真的跟客人吵起來怎麼辦 我說 你不用怕啦 我一定會過去 跟這個客人 道歉 你知道嗎 我是一定會過去幫你注藥 我認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貓咖的店員 每一個想要來貓咪咖 不聽上班的人 對動物都有一定的熱忱 如果去上班 一個月兩個月 發現說 老闆對待貓咪是 零真心 想必 他一定會非常失望 這次我們看到兩起 貓咖爆料的事件 也都是由員工來做吹燒爆料的 雖然有的業主說呢 是勞資糾紛 說是前員工 狹怨爆腹 聽到這句話 我就覺得似曾相似 所以員工呢 是最容易檢視店家的角色 這雖然不限於貓咖 但是寵物咖啡廳 卻格外重要 因為許多寵物咖啡廳 就是透過動物在營利啊 就連我們自己也是嘛 但我並不會覺得說 透過動物賺錢 是不好的事情 前提是 你既然要透過動物賺錢 你就應該要給 動物該有的生活福利 如果說你沒有照顧好這些動物 只會覺得 欸貓咖看起來好像很好賺耶 我要當個跟風仔 你對貓隨意 讓你被踢爆剛好而已啊 當初我們轉運站在 開業評估前 我們去了非常多間的貓咖取經啦 你就看到 許多蠻棒的店家 好的我們都觀摩學習 但是也不乏看到 有那些爆貓自知不理 覺得顧客自上的店家啦 然後也有那一種 店裡養了二三十隻貓 但只有一個貓砂盆 也有聽說過 一到下班時間 貓咪就兩三隻 必須被關進那種 狹小的鐵籠裡面 等到隔天上班呢 才放出來去接客 真的有那種 不給貓咪基本需求的店家 所以我真心希望這支影片呢 可以讓許多人看到 我們要讓貓咖的業主知道 雖然是你在面試員工 但現在你的員工 也在檢視你的作為 然後就會有一個情境喔 當老闆在想著 貓咪怎麼一直在生病啊 欸很煩耶 醫藥費很貴耶 貓咪又沒有健保 同樣他會想到說 我的員工好像知道 我的貓咪生病 那如果我不帶他去看醫生 到時候可能被爆料 被上新聞延上了 整間店可能就倒給你看 然後這個老闆呢 心中的天秤 就會開始去做衡量對不對 貓咪看醫生 兩三千塊 欸可能就搞定了 但是這間店 如果被爆料了 倒掉了 兩三四五六七八百萬 我還是帶貓咪去看醫生好了啦 對不對 他就會有這個想法 就是我要把這些思維 滲透到每一個 員工跟老闆的心裡面 讓那些心裡 不是真心愛貓的老闆 也得為了怕店裡被爆料 而去做對貓好的事情 藉此貓咪照顧的健健康康嘛 說不定因此 出現一些 這些貓咪照顧很好的 那種五星評論 這些店家的生意 做得更好了 不過也順帶一提啦 貓咪如果生病了 就應該要 尋正常的管道看守醫 而不是用一些奇怪的偏方 這可能導致貓咪生病得更嚴重 甚至會 沒有他 不知道這次貓咪的事件 讓貓奴對貓咪的業者 印象分扣了多少 但還是有非常多用心 對待貓咪的店家存在 甚至有那種 只思考著 能活一天是一天的中途店家 因為如果倒閉了 那這些貓咪該怎麼辦 因此為了鞏固這些 良心貓咪的護城河 我開了一個臉書的社團 以及一個LINE的社群 我先講LINE的社群 這個社群是所有貓咪愛好者 都可以加入的聊天群 不管你是住在哪邊 也都歡迎你加入社群 因為你可以推薦 平常你的愛店給大家 讓所有貓咪的愛好者 及貓咪的業者 共享這些資源 我們可以一起去支持 真心對貓有愛的店家 也因為如此 店家也都該受到 交費者的審視 只要不是惡意的抹黑評論 貓咪店家都得受公平 就算是我們轉運站也一樣 如果我們真的有 服務步驟的地方 我也會請同仁 儘快調整改善 總之我希望這個群組 到時會有一個 整理好的表單 把貓咪做地區跟性質的分類 可以讓想支持貓咪的愛好者 都能支持到對的店家 好 再來講臉書社團 這個社團是專門 for貓咪咪咖啡廳老闆的社團 不得不說從去年開始 就有好多新開的貓咪咪咖啡廳 雨後春筍而來 真的超級多 所以啦 只要你是貓咖啡廳的老闆 或是寵物咖啡廳的老闆 狐猛 狗 草泥馬 鱷魚 老虎 水豚 好了 你不要一直跟我吵 還有那種寵物美容的老闆 都歡迎你加入這個社團互相交流 尤其養貓知識的分享 貓中途經驗 輕訊的分享 疾病的討論 或者是創業交流經營討論等等 我都歡迎各大老闆加入 友善交流 總結一下我創立這些社群的用意 我希望能夠讓台灣所有的貓咖 做到流量整合客群共享 因為貓咖的TA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嘛 當然我也相信那些植不好的貓咖 會慢慢被淘汰 而我希望最後能夠留下來的 都是真正願意善待貓咪的店家 我也說說我自己啦 去年4月底以貓咪中途咖啡廳為出發 到上個月也剛好滿一年了 我必須說 貓咖啡廳只要再加上中途這兩個字 基本上就是在做公益 要賺錢真的是難上加難 但老實說 就我的觀察 大家還是比較容易被品種貓咖吸引 畢竟顏值感覺還是偏向主流啦 我沒有要拼拼譴責 也沒有別的意思 就連我自己有看到 長貓貓那種光長貓 我都會忍不住多看幾眼 我只是在陳述並面對這個現實 但我並不會覺得說 我們做中途好像就比較高尚 沒有 我也從來不把任何一間貓咖 當敬業看待 而我個人卻覺得 貓咖這個產業有著獨特的特性 每一間店都充滿著對動物的愛 而這種有愛又有理想的人 才會下定決心 開一間貓咖啡廳嘛 所以當我去採檢的時候 我只要遇到 跟我理念相同的中途店家 我都會主動用我們貓咖的社群帳號 發先動分享店家的資訊 推薦我們的壽中去用餐 我通通會覺得我傻 幹嘛把自己辛苦經營的粉絲 分享給別人 但我就是覺得 做貓咖 尤其是貓咪中途的 每一間都非常的辛苦 因為我們做貓中途咖啡廳的 最終目的是什麼 不就是透過餐飲的營運 讓貓咪可以找到幸福的家嗎 如果來我們轉運轉沒有找到緣分 中途咖啡廳找到了 那不是也很好嗎 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來中途貓咖支持 因為我也敢說 台灣所有的中途貓咖 絕對不是求賺錢 但是只要你讓我們能夠活下去 我們就能幫助千千萬萬隻貓 找到家找到愛 一起為這個社會做公益 盡一份心力 有機會來用餐找緣分吧 我通通從玩家的尬店 也是轉運站的殘食帳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他要留鼻涕喔 欸真的欸 我們先幫他擦個鼻涕喔 他現在就是有一些呼吸道的問題啦 我們已經在治療中了 小六呢也是我們在中途的貓咪 歡迎大家來跟他互動 那他是非常輕人的貓喔 風寵團購有嚴選好商品 讓大家買得更便宜 團購色群點下方資訊欄喔 也歡迎大家來我們貓咖用餐 讓各種中途的貓咪得到曝光 浪散循環下去